Hello 各位晚安 2019年12月8日 星期日晚上9年半 平人時空的每週重溫 在Facebook專頁到第二集 今天我們會重溫 過去一個星期的文章 主要講一個 topic 香港人口政策的分析 這個其實我相信 是一個很熱的 topic 大家都很關心 最近沈旭暉也講了一篇 有關香港輸入專才的文章 今天提到很多 都是來自國內的人才 好像不太對老 其實上個星期 都做過一個 live sharing 分享 不過今天我們 就再 specific 講少少 人口政策的東西 事不宜遲 我不等大家進來 雖然很快有十幾個朋友 已經在這裡來了 今天我們因為有很多資料要講 而講的東西我相信 都未必是大部份人喜歡聽的 不過無論如何 我手寫我心 我口力都是講我心的 如果大家聽完之後 覺得不開心的 不安的 想吵架的 不要緊 隨時歡迎大家 在這裡留言 我首先會重溫 回顧過去星期的舊帖 加入你的朋友 如果大家喜歡今天的 topic 喜歡聽的 麻煩大家點個讚 留言 甚至乎 按一個分享 讓你的朋友 也有機會聽得到 好嗎 我們現在看看 上個星期 就出了五篇 關於香港人口結構的問題 文章 我們現在去 重溫一下 首先 第一篇就是 上個星期出的比較多的文章 第一篇就是 正義香港人 vs 邪惡的單程證政策 其實大家要知道 我們現在從經濟的角度來看 單程證在1997年到現在 大概22年 我們以每日150個單程證人來說 雖然 配額不用盡 大概在八成半到九成之間 但是過去的22年 其實有超過一百萬的新移民來香港 這是一個很驚人的數字 如果大家知道 1997年的時候 我們的人口究竟是有多少呢 我們去到一個簡單一點的 source 的來源 如果我們找回 香港1997年的時候的人口 當時大概是650萬 640幾至650萬 看看你年頭和年尾 然後時至今天 其實我們去到750幾萬人 換句話說 其實從這個統計裡得知 我們知道 基本上 所有香港過去的新增的人口 都是依賴 來自於新移民的一個情況 才會出現 人口要有正移入 我們才可以有一個人口的增長 如果不是有單程證人士的話 香港人口可能只是 在660萬至670萬之間 可能如果沒有單程證 我們可能會有其他移民政策 但是 摩西爾應該都不會超過670萬 這樣的話 我們的生活空間就沒有這麼擠迫 只是套用大家的說話 我們搭地鐵不用這麼擠迫 去商場不用這麼擠迫 駕車出街不用這麼擠迫 過紅稅不用這麼擠迫 這些全部都是事實來的 他們的社會保障和福利 就不會這麼不平衡 因為大家會覺得 他們拿了我們的福利 住了我們的公屋 申請了我們的綜援 一會兒會告訴大家 其實這些是 反對派 告訴大家 要你們仇恨中國 和仇恨新移民這些事情 這些全部 都不是事實來的 而事實上 我們過去是依賴著新移民 去 contribute 了我們很多 經濟發展的同事 其實今天150個單程性的配合 我斬釘截鐵地告訴大家 還是遠遠地不足夠 不過不好意思 其實我們都沒有 這麼多的資料可以拿得到 一會兒會跟大家詳細 考慮一些正確的資料 同期全港人口的增長 全球人口的增長 我用一個比較的比例告訴大家 其實過去22年 全世界是增長了三成的人口 增長的速度是香港15%的兩倍 而對上一個22年 香港在1975年至1997年的時候 人口增長是甚麼 百分之50 多了二百多萬人 我不知道究竟我們現在 這個增長15%的人口 是否一件很邪惡的事 我們是否想將我們的 population growth 壓低去到十年 只有1、2% 如果大家覺得是這樣 OK的 那就沒有問題 但我不知道大家 如何覺得這件事可以 無論從經濟也好 從民生的角度也好 因為我們有一個很嚴重的人口老化的問題 這個 大家可以自己去思考一下這個問題 同一時間就是單程症邪惡 因為他們很年輕 24歲以下 基本上都是在讀書的人 大部分都好 一直來講 24歲以下的單程症人士 都佔香港 佔的比例都很高 有四成都是在讀書的學生 他們沒有辦法貢獻我們的經濟活動 還要了我們的社會資源去做教育 我們是否有很多原因去憎恨他們呢 我不知道大家會不會有這樣的想法 如果大家有興趣 詳細讀一些留言 我會覺得 說真的 絕大部分的留言 都是來自一些無知和誤解 也沒有事實根據 全部人都是在說 一些情感上的圈掩 然後罵他們 我經常都說 其實他們不是高質素的人 也不是很勤力的人 但對於香港來說 有沒有貢獻呢 有 其實有五篇 大家喜歡的自己是高夫仔 我不再跟大家詳細去講 不過我告訴大家 這些資源 我們可以在哪裡自己去找到出來呢 我們每當看到這些新聞的時候 其實我都會和大家有同樣的疑問 就是 我們是不是應該要有自己 一個比較好的人口政策呢 如果我們 其實只有幾個選擇 我們要大陸人 還有什麼呢 我們不要要那麼多大陸人 在其他方面探索這個市場 還有第二個問題是什麼呢 究竟我們是救人 還是不救人 我想這兩個大問題 其實已經可以 綜合了香港的人口政策 首先為免大家 對於整件事情的基礎知識 是不一樣的 我們首先同步大家的基礎知識 我們才可以得出一個比較 可以討論的一個結論 這個時候我們就看看 其實統計署有了大家所有的資料 我剛剛今天我才 即是早幾天 我才和我的第二屆門徒 學生說 其實大家不可以難 一定要很勤力 你要認識這個世界 你才可以知道這個世界 正在發生什麼事情 先從過去 從歷史 和現在的歷史事實去看 這個香港統計署有的資料 走到第三個項目 這裡就會有一個 叫做所有統計圖表 看文 統計圖和文章 老實說 這裡我想我不知道 究竟有多少個表 圖和圖和表 大概一百多二百個 二百多三百個左右 圖和表 基本上 我全部都看過了 還要不止看過一次 如果大家有興趣可以去了解一下 所以其實有時候我會覺得 在專業裡 跟大家來做一些討論是困難的 困難的 因為大家的知識 面子並不同步 不過不要緊 我們趁著這個機會 跟大家講講 香港的人口政策 有很多其實政府 自己都沒有辦法去理訊 或者做一個正常的解說 去告訴大家 因為作為一個公務員 其實他只是看自己的部分 他不會知道 其他人做了究竟哪一部分 你沒有理由 知道劉剛華 走出來跟大家解說 指出張建宗 來跟大家做一個解說 我們其實很簡單 按進去人口裡面 其實已經有很多過去的文章可以看 也可以 新鮮滾熱辣 去找到一些統計人口的資料 我抽了幾個比較重要的理由 跟大家做一點點分享 第一個 就是香港的死亡趨勢 其實按進去之後 我們就這樣看 1986年到2018年 其實香港有一個比較嚴重的人口老化的情況 其實死亡的數字 是持續地上升的 大概由1980多年的時候 去到現在 其實死亡的數字 升了大概接近一倍 當然同年期 我們的人口 都上升了不少 但是沒有升一倍那麼多 這個原因 不是因為香港的醫學很差 而是香港因為老人家 越來越多 所以死亡率會比較高一些 我們這個是一個趨勢 我們記住最後一個數字是什麼 2018年的時候 有4萬多人開始死亡 而同一時間我們也要看另一組數字 另一組數字 我們要看香港的生育率的趨勢 其實這些歷史可以反駁到 很多大家不同的類型的誤解 為什麼這樣說呢 我們可以去到1981年 去到2017年的一個數字 有人會覺得 香港以前的人生小朋友 因為我們很開心 我們有公平的制度 我們有一個很好的完善的房屋政策 那些 但是其實實際上 是不是這樣呢 我們看看過去的數字 如果大家沒有記錯的話 OK 我們大概大規模公屋落成 是80年代尾到90年代初 是不是 其實在之前大家都住在板間房 連租屋 和寒置區的人 其實是很多的 如果我們用大概1990年來 去做一個分水嶺 會不會是一個公營房屋 落實了的時候 或者當時再搞九年免費教育等等 令到大家多生了很多小朋友 不是 又或者是不是 改善了居住環境之後 大家會多生了很多小朋友 也不是 反而反過來 其實在90年代以前 香港的出生率 比90年代還要更加高 所以其實很老實地說真的 我們今天說賴 賴這個賴那個位 因為教育不好 所以不敢生 又或者賴就是新移民 拿了資源 所以我不敢生 其實這些事情 我不可以說大家 完全沒有這個考慮因素 不過在歷史和人性 會不會是大家 大家自己不生小朋友的一個藉口 又再反過來 一件事我們再看下去的時候 其實我們慢慢減少生小朋友 這件事說真的 都不是今時今日的事 老祖 在我們未回歸之前 我們還很掛著物理號 幫我們建公屋的時候 都已經是這樣 當年我們什麼 居住環境越來越改善 我們的教育制度越來越好 社會福利保障越來越好 我們都很懷念的 港英政府的年代 但是實際上 不是發生大家所說的事 不是 這件事 現在我們再去看看 最近 又回歸之後 1997年到2017年的出生人數 其實都是維持一個比較低位 尤其是我們看到經濟最差的幾年 其實大家是最不想生小朋友 去到2003年的時候 只有46,000多個寶寶出生 當中大家會看到有幾年 其實是比較有趣的 也是拜我們泛民諸派的議員所持 說真的 我不是特別對他們有Bias 或者不喜歡他們 不過這真的是事實 為什麼 因為當年有雙飛 雙飛兒童來的時候 每年都有幾萬個 在香港的醫院 無論是公立還是私立醫院出生 所以你會看到那個出生率好像突然之間高了 但是實際上 由本地的媽媽 又或者 總之本地人 香港人所生的小朋友 其實都可以維持在大概五萬多到六萬左右 那哪要停止這個雙飛鷹兒香港生小朋友 就是大家很討厭那個六八九零陣英 然後大家會問一個問題 我們其實 由回歸到現在 每年都是有五萬多人出生 如果我們靠土生土長的人的話 與此同時 我想大家看回剛才的表 如果由1997年 我們都只是靠自己自然的陣人口增長的話 每年大概有幾多呢 一萬多二萬個 22年加下來的時候 會有三四四十萬人左右 但問題就是 其實我們都看到的 就是什麼 現在的出生的人數 其實我們已經是差不多 是少過我們的死亡的人數 差不多會有一個 intersection point 到了 很快 我想未來的三至五年 大家會看到這個情況出現 到時我們的人口自然是什麼 會減少 我想這件事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 到現在 在任何一個發展良好的國家裏面 大家從來不會看到一件這樣的事 我想可以推斷到一件事 就是什麼呢 一就是我們不生小孩 似乎是我們自己一個集體的 文化的轉變也好 的一個決定 和房屋 和你說有沒有人欠你的資源 和教育 是不是很差 會不會有關係呢 有 不過這樣的文化 並不是1997年回歸之後 中國大陸要殖民香港 溝探大家 而發生的事情 我不是說中共不想溝探香港人 我沒有想過這件事 只不過是什麼呢 其實實際上我們真的需要 給別人溝探 或者我們需要跟別人共用 這是一個事實 如果大家覺得不是 不要緊 有得香港人口減少 勞動力下降 經濟崩潰 這件事我不知道大家 是不是想這樣 不過如果不是的話 我們是不是應該要找方法 去改變這件事呢 好了 找方法不是一定要找大陸人 這又變成另一個議題 我們一會兒會再說下去 好了 接著我們再看另一個圖表 這一個就是香港人口推算 大家可以看過去早一點 一些人口股算 當然我們如果近一點 可以看2017年 新鮮滾熱這個人口推算 但我們今次看早一點 這個就是 2000年的時候的一個報告 那當時究竟 說香港的人口 去到2019年的今天 是多少呢 其實大家真的可以看看 當年在猜什麼 2019年的時候 我們人口是828萬 828萬 大家看不看得到 OK 那我不知道大家 在1999年的時候 有多少 2000年的時候 有多少人會看這個報告呢 不好意思 當年我也沒有指一個中三的學生 但問題是 我不知道大家 當時會不會想這個 會不會有人去批評 這個 我們是不是要增加這麼多人口呢 其實當時我們的標準 反應這麼多 不過大家 我們最後什麼呢 我們吸引不了一些人才來香港 吸引不了移民來香港 接著我們自己又不生小朋友 人口又老化 越來越死的人多 所以這個問題呢 才是令到我們的人口增長率 其實比我們原先所說的 其實還要低很多 那這個情況呢 其實是一個令人憂慮的情況 也都其實反映了什麼呢 香港政府過去做一些人口的估算的時候呢 其實很多時候呢 都是不能夠呢 是可以做一個準確的預測的 那大家可以選一個參考 如果有興趣的話 就自己再看看 04、07、10 到底這些報告裡 其實是在說什麼 因為我看到Anson說沒有聲音 我不知道其他人會不會 都聽不到聲音 如果有的 麻煩跟我說聲音 我看看會不會有需要 去調整一下 又或者是 可能需要重新再開一個 一次Live 才可以大家聽得到 好 接著我們再看下去了 有另一個桌子 這是在說什麼呢 人口的特徵 這是1991年的時候 一個報告 1991年開始寫了一個報告 大家有興趣的話 也可以去看一看 那 Daniel說聽得到 Anson 你看你自己的情況 我看到John也看得到 那我們繼續下去了 那這個是香港人口的一個特徵 我們先說一說 首先我們要了解一下 什麼叫做新移民 有時候我們都會想 單程證的人 究竟他們的學歷是怎樣 他們究竟是什麼人 來不可以contribute香港的經濟 過去他們做的事情 究竟是不是好事來的 又或者我們其實實際上 沒有得選擇 那其實呢 我 相信其實都會有一些假結婚 非法婚姻的情況 又或者是中國大陸 真的安插過來一些人士 這個絕對一定是存在 但是你說百分比是多高呢 沒有辦法去考證 但是我們如果從過去一些 的數字來看的話 其實我們都不難去發現 應該大部分的人 都是來自於真真正正的 中港的婚姻 我們用兩個數字來看 其實在九一到九六年的時候 當中的中港婚姻 男娶女 女嫁男 什麼都好 新郎新娘是內地人 各樣的 加起來呢 你看這兩個項目 看這兩個項目就可以了 看看放不放大 一個就是新郎是香港人 女是內地人 反過來就是 新娘是香港人 加內地的男人 以前兩個數字 加上都有二萬多宗 九十年代的時候 還未回歸的時候 你說回歸之後 其實是不是突然飆升得很厲害呢 其實我想有 零六年的時候特別多一點 但是實際上 你說 去到最近幾年 或者是二千年初的時候 是不是很不同 很不一樣呢 其實又不是很見 大概每年都是兩萬多三萬宗 這個一個數字 是真實過去發生著 如果我們說 有些人是大陸安插過來的 那麼百分比 如果你要問我 那可能真的有機會 有幾千個 例如什麼 或者假結婚 沒有安插 花錢買那個身份過來的 比如說 內地的女士想買香港的身份證 和這個特區護照 然後安排香港的男士 去假結婚 那你說會不會有 可能一年都有不少的數字 都是這樣 但是其實如果回歸之前 有兩萬多宗 那我想就算回歸之後 結婚少了 我當作兩萬也好 其實主要的組成 其實都仍然是真的 來自於中港婚姻裡面 來看的一件事情 所以我想這個原因 就是大家看到 這兩萬多宗婚姻 我們首先要問指一個問題 如果香港和一個其他地方的人 無論是男士 或者女士去婚姻之後 那其實這段婚姻的另一個配偶 是不是有資格申請來香港呢 那我想大家都會答一個答案是 是的 而全球來說 我想大家有些人會有些screening 有些國家就會比較沒有screening screening當中 可能可以算分的 就算是配偶的婚姻 要申請移居也好 例如說 你有專業資格的大學畢業 年紀更年輕一點 那可能每個priority高一點 但終歸呢 其實可能你都會給他來 而我們過去呢 每年大概有五萬多個單程症 有時都用不准 為什麼用不准呢 可能就是因為這些中港婚姻 根本就沒有那麼多 那我當以一拖一的形式來 去下來為例 那兩萬多宗婚姻 再加可能當中 以前多一些小朋友 我相信 可能是90年代以前 可能會多一些小朋友 一起下來 但是如果以現在來 可能未必這麼多 可能只有一拖一 平均 大概四五萬個quota 每年就感受到他 其實就是這樣 那實際上 你說我們是不是應該 有一個單程症的審批權呢 我這裡有一個很大的問號 就是 如果我們有審批權都好 其實我們究竟 有沒有那麼多中港婚姻 來加大個quota呢 又或者不要那些人 我們是不應該這樣去不要他們 當然 我們如果看到一些 我贊成的是哪些呢 例如他本身真的有刑事案例 那些呢 我覺得這些人 是應該真的要寫出去的 又或者可能是 本身是有精神病患者 這些其實外國 都不會給這類型的人士 去做移民的 但是如果你說他本身 好人好者的 有一個中港婚姻去投 又或者是這些跨境婚姻的 情況所生的小朋友 那其實 正常來說 他應該排期的時候 你就應該是讓他來的 那我想 如果你說你要選擇這些高質素的 我相信 都不到那些高質素的人 讓你選擇 那這件事我想就是 其中一個 我想大家應該要了解 和面對的問題 我看到Alex有打到一些 評論在這裏 我稍後再去看 我繼續說下去 雖然剛剛 他 我們 還有其他 一些標題 可以給大家看 然後我們再去看看 這個 香港統計署的 一些數字 其實呢 剛才除了我們 專門搜尋 一些人口 一些專題的報告之外 拉到下去 有些專題文章 其實呢 我們也可以看看 我們一些人口的特徵 一些統計表 那大家 隨時可以去找 我鼓勵大家 真的不要看新聞 不要看報紙 因為報紙會抽一段的時間 一段 一段 一部分的事情 去做一個比較 然後放大 給大家看 給大家 去做一個 結論 但是我想我們 其實真的要 逐樣逐樣去看 看整個圖片 你才做這個 譬如說 我們如果不要新移民 我們可以選擇呢 或者我們選擇的時候 選完新移民 我們還夠不夠人呢 這些其實我想是真的要 對整個圖片有更加多認識 逐幅逐幅圖 去看 看看歷史究竟怎麼發展 才會知道 其中一個我想 介紹大家去看的 就是什麼呢 這個按年齡組別劃分的勞動人口參與率 這個其實我已經開了出來的 如果以按年齡組別劃分的勞動人口參與率 其實可以看到一件事情 雖然我們不能夠追蹤新移民 尤其是他拿了七年的頭留 七年拿了永久居民身份證之後 其實我們都不能夠再有什麼統計去追蹤他們 究竟在做什麼 但是有一件事情 我們可以看全香港究竟發生什麼事的時候 來看究竟他們融入了香港社會之後 究竟變成是怎樣 其中一件事情就是什麼呢 譬如以勞動力參與率為例 究竟這些人下來香港 是不是正在上班 還是正在拿中援價 這些我想我們可以去看 當然社會福利署也會發放一些報告 由於內地新移民的教育程度 低一點 其實他們的工資 又或者他們所用的社會福利 相對地是比較高一點 這件事情 在實際上都是事實來的 不過大家覺得 對香港有什麼影響呢 我們都可以一起去看看 第一件事就是什麼呢 我們用1997年來劃分了分水嶺 以勞動力參與率來說 其實我們可以觀察 97年之前的勞動力參與率 有什麼改變呢 其中一件事很明顯的 就是什麼呢 在15至24歲的人 做事是越來越少的 換言之是什麼呢 就代表上班的人 其實是越來越多的 不是 上學的人是越來越多的 即是長時間求學的人 比起以前是越來越多 這就是教育水平的提升 當然 第二件事我們可以看到 就是什麼呢 在25至64歲的勞動力參與率裡頭 其實年輕人是越來越高的 即是有74% 慢慢基本上都叫做 都是呈現一個持續上升的趨勢 去到97年的81.7% 接著之後 在45至64歲的人的勞動力參與率 其實是反而有一個輕微的下跌 但是你說這個下跌 是不是很明顯呢 其實又不是 如果跟求學那段 15至24歲的年輕人來說 其實又不是很明顯 另外最後一件事 其實我們都很值得看看 就是什麼呢 65歲 理論上是退休年齡的老人家 的勞動力參與率 在80年代初去到回歸的時候 是持續一直下跌 這就是一個社會文明的進步 為什麼呢 因為在一個社會裡頭 你經濟發展得好 社會福利好 各樣的事情 大家已經退休的時候 真的不用再上班了 以前我們可能見到很多 阿叔阿伯出來撿紙皮 各樣的事情 這是一個非常好的信號 甚至乎大家看到 經濟不好的時候 去到1997年到2003年的時候 我們老人家的勞動力參與率 都不是有上升的 這個參與率不是參與的人數 即是真的上班的人數 不是這樣 所以這些其實我想 我們大家可以看到的 就是什麼呢 當時 97年之後 之前的情況 就是這樣 97年之後的情況 我們可以看到些什麼呢 去到2018年的時候 我們看到什麼呢 即使呢 就是說 剛才不是說 新移民很年輕的 有四成都是24歲以下的人 而我們過去呢 24歲以下的人 的勞動力參與率 其實都是越來越低的 這也代表什麼呢 就是大家讀書人 真的越來越多 最低的時候 甚至乎到36% 這也是我未來的趨勢 大家喜歡讀書 讀多些嘛 大家都說這個學位 真的有負責 那我們再看另一件事 就是什麼呢 在24 25到44歲的人士 勞動力參與率裡面 其實由1998年到現在 即是說這段時間 1998年到現在的這段時間 其實我們的勞動力參與率 其實是持續地上升 有幾個原因 我想大家可以這樣說 到底是新移民來到香港之後上班呢 還是現在還是 不是啊 原本香港10個人有8個上班而已 然後你新移民來到香港 全部坐食三分 搞到現在10個香港人 10個都要上班 可能大家會這樣 有一個的看法 也不提 但一個問題就是 我想大家都要思考一下 就是說 離得的 大家看回剛才中港婚姻的數字 離得香港來的 都是婦女為主 到底這一班人 對於香港的勞動力參與率 又沒有幫助呢 又或者我剛才所說 其實有四成都是學生的身分 其實這些人不在業 也不都是會做事 那麼家庭主婦來到香港的時候 如果她是在家庭主婦的時候 小朋友又讀書 其實她是一個比較正常的 家庭主婦 有需要的人就自然會做事 沒有需要的人就可能真的在家庭 或者她如果跌入中援的網絡去覆蓋 她真的都應該會有中援 但是整體來說 我們看到一個事實是什麼 香港整體的勞動力參與率 沒有因為新移民來到香港的時候 而多了人坐食三分 反而是什麼 大家會越來越活動地上班 整體的人數 如果她們不上班的話 我相信這件事就沒有幫助 又或者她們不能夠 提供她們的另一半去上班的話 這件事也是不可能會發生的 是吧 另一件事我們又再看另一個比例 同樣地都是這樣的事情 由45到64歲的人都好 其實勞動力參與率也是在97年之後 持續地不斷上升 由6成到69% 比年輕人更誇張 那就是說 也有另一個看法是什麼呢 其實新移民來到香港之後 香港每一個人上班 即每一百個人裏頭 上班的人數的百分比 其實都在上升 我想大家也要去注意這件事 是吧 好了 最後一件事 其實我覺得是 挺令人去心酸的 或者反過來 可能大家都沒有發現的 香港呢 其實我看到過去的經濟 都非常之好 我看到2009年之後 其實經濟都非常之好 但是我不知道大家 會不會問這個問題 為什麼我們65歲以上 退休的人 會越來越多人繼續工作呢 那個勞動力參與率呢 是上升了一倍 真真正正的 還在工作中的 老人家 有4萬6千個 增加到今天 14萬2千人正在工作 其實當中有幾個主要原因 不是說有兩個 我自己的觀察 第一 就是有很多人 是不能夠好好地有足夠的積蓄 或者退休的福利保障可以退下來 第二,原因是什麼呢? 真是老當易壯 現在真的因為大家的人均壽命都很高 80多歲,退休還有20年命 所以繼續做兼職也好什麼都好 這件事是不奇怪的 延續第二階段的精彩人生也不奇怪 但是我想兩者相負相成加起來之後 最後還有一個原因是什麼呢? 香港的勞動人口真的不夠 所以公司都傾向請回工作的已經退休的老人家 繼續上班 這個我想未來都會形成一個趨勢 但是就算哪怕這件事形成一個趨勢也好 其實往後香港的勞動力都會繼續下降 因為退休的人呢 比起這個生透入職場的人呢 是會越來越多 這件事其實是一件很恐怖的一件事 還有我想很emphasize 這件事就是為什麼呢? 很想說什麼呢? 就是我經常都說 其實香港呢 剛才開場白說了 香港過去增加的100萬人呢 大部分都是來自新移民 或者是技術移民 而我們呢 在有他們這些人口的補充之下呢 其實我們的勞動力呢 去到今天呢 都建定 那如果沒有的話呢 其實我們可能老早在15年前 20年前呢 我們的勞動人口呢 已經是有機會差不多建定 最多可能會去到340萬至350萬之間 那現在我們還可以叫做 去到400萬那個勞動人口 那所以這件事就是 我們呢 需要移民這件事呢 我覺得 從一個持續健康的經濟 和民生的發展呢 是必須的 我們如果參考其他一些國家呢 或者地區呢 一個正常健康的人口增長 和勞動力增長呢 大概每年在1%裡頭呢 是一個比較穩定的情況 如果我們可以自己生小朋友 生到這樣當然最好 如果不行的話呢 就靠什麼呢 靠移民 這件事是一件很肯定的事 那如果我們譬如說 我們還希望香港 繼續有一個平穩的經濟發展 去照顧得到我們的民生的需要 那這樣的情況 我們其實呢 每年呢 都需要有1%的人口增長 和勞動力增長 是相對地較為健康 那如果我們沒有新移民的話 過去20年我們做不到這件事 但是是否代表我們一定要全數 要新移民呢 那這就是第二個問題 想跟大家去討論 那其實這個 剛才也有一個表會 跟大家去做一個比較 就是講這個 中港婚姻的問題 那就是既然我們每年都有 兩萬多宗的中港婚姻 這樣的情況 然後我們又再 可能有一胎一 有些嬰兒再過來 加起來可能就會有四五萬人來香港 那這應該就是過去發生的事情 那但是實際上 原來呢 如果我們重回一個比較健康的人口結構 那譬如我們 這個就是我們今天的人口金字討論 那大家覺得健不健康呢 我就覺得是很不健康 那但是我們可不可以選 來香港的人是多少歲呢 在大陸可不可以選擇 一些年輕人來 譬如我們今天不夠10至19歲的年輕人 我們可不可以選這些年輕人來香港讀書 或者補充我們有勞動力 不好意思的 其實我們真的 我們不是說不可以的 不過我們憑什麼去這樣說呢 因為既然那些是一些中港婚姻 那個叫做Title或者藉口 叫做家庭團聚 那當然他的家庭成員是什麼年紀 我們就是什麼年紀過來的 其實有時候我們看到 泛民主派的人會懲罰的 有些就說 六十多歲都申請家庭團聚來香港 真的有的 大概是說 就是每年的人數的幾個percent 三兩個percent左右 但是對比香港的 所謂六十五歲以上的老人家 的百分之十五以上 其實那個比例就是 蚊比和牛比 所以其實單程證人 比香港人本身土生土彰的人 真的年輕很多 那我們真的不能選擇 我們不能說 我想要這個大陸人 或者我想要某一個人 他在這個年紀 我指明這個年紀他才來 他沒有人沒有父母 他怎麼理呢 這個是不realistic 但是你說單程證 可不可以有審批權 我覺得其實是可以的 但是有的時候 你都不能夠去screen 這些家庭團聚的人 你只能夠screen些什麼 例如有犯罪紀錄 又或者是有精神病 我想這些大家可以去做 或者當比較麻木不仁 比如說你先天有缺陷 或者是一個智力有問題的人 這些我們可以斟酌去做 但是你說過去我們其實 首先一件事 就是單程證人 就比香港人本身年輕 但是接收完他們之後 我們的人口金字塔都這麼差 簡單來說判斷是什麼呢 就是我們根本就不應該收 而是實際上我們真的收不夠 這個才是當中最最最最最重要的問題 如果我們收得夠的話 其實我們現在的人口金字塔 就不會是這麼醜 醜醜的定義是什麼呢 我們看看以前的日本 以前的日本也是很醜 現在的日本同樣也是很醜 今天的日本就是大概15至20年後的香港 你們看到了 大概20年前的日本就是什麼 越來越多人退休 然後真正的勞動力又不夠 什麼叫做帥仔呢 帥仔的可以給大家看看 美國其實是其中一個挺帥仔的一個國家 一般來說有少少這樣的三角形的狀態 其實就比較帥仔 但是美國也變成了一個梯形 但是相對來說 在現在來說還是OK的 希望我實際看一個很簡單的數字 就是當65歲退休 其實他今天未來五年 會退休的人就佔他總人口的4.4% 我當20至24歲的人就開始剛剛進入職場 就是未來五年開始投入勞動力的 大概有7.2% 中間的差別還有3%的人口 3%的人口代表有多少 不好意思 這個說的是20年前 15年前的群人 如果以今天來說 當他是65歲退休 大概有6.4%的人 大概有6.4%的人會在未來五年退休 那未來五年投入職場的人 都有6.4% 暫時來說還是OK的 守得住那個替代 而美國現在其實都要靠什麼 告訴大家 他如果自己的自然的增長 已經是沒有了 就是講到那個勞動力 但都是需要去靠移民去做 那麼這個世界裡面 其實主要來說 大部分的發達國家 都在面對同一個問題 而香港 我可以告訴大家 在發達的國家 或者城市之中 我們未來面對的問題 是最嚴峻 是超級嚴重 然後我們會再問一個問題 如果我們不在中國大陸 引入這個新移民的時候 那我們可以從哪裡 引入這個新移民 我們就很簡單 可以去看地圖的時候 就可以去看 我想大家首先要知道的事情 就是香港過去的產業 我們傾斜中國大陸太多 這個是事實來的 我都覺得真的太多 但是呢 無奈你要知道的 就是中國大陸的市場 真的最大 我們其實真的應該要去探索 我都會批評的 我們在拿了150個新移民的時候 其實我們應該是要去繼續 去探索其他不同的國家 一些移民的勞工也好 或者是給他們一些居留權也好 為什麼這樣說呢 因為大家看剛才的人口金字塔 就知道我們過去22年 我們引入了新移民之後 去到今天我們的問題 仍然是沒有解決 還有我們只是拖長了問題發生的時間 現在譬如說 我們要看一些高質素的國家移民 譬如我們和香港比較接近的 鄰近的國家和地區 日本、南韓、台灣 文化水平又相對地比較接近 學識水平又比較接近 但是一個問題我們想說 就是剛才其實由我們人口金字塔 裡面都看到 日本本身自己都面對著一個勞動力的缺口 同樣地 南韓也都有類似的問題 新加坡也都有同樣問題的情況之下 有些人以為新加坡的移民政策很好 但實際上 新加坡的人口結構其實也是很差 不過只不過 時辰未到的意思 過多五年 新加坡就出現問題了 不要讓我開口中 大概2025年左右 新加坡的經濟將會開始 走入長期的低迷 人口結構其實是很奇妙的 奇妙在於什麼呢 就是你不可能一下子 五年十年去解決 突然之間增加很多基建 增加很多房屋 增加很多人口 而且住進去的時候 還在某一個年齡階層 這件事不可能 因為這是家庭的一個組織 一個人口的組織 所以再有一些文化之間的衝突 社會共同的問題 所以你要解決人口的問題 對於一個國家和地區來說 在今天我相信 全球沒有任何一個國家 認為自己會有板斧 覺得是可以解決的問題 但是你說拖廠的問題 發生有沒有可能 會有的 有些會比較好些 像新加坡一樣 剛才說的 事實未到 你看它幾多 在55至64歲的群人 但是其實它新增的年輕人 其實都是越來越不足 我們可以看到 無論是香港 日本 韓國 台灣 新加坡 一些我們覺得 跟香港比較接近的國家 和城市 似乎他們都不是一個 可以有能力 補充到香港 勞動力生脫的地方 以及一個人來到香港 如果我要適應 這個生活 成家立室的話 香港其實都可以 做到畫養共處 文化共用 一條街 韓國菜 日本菜 泰菜 台式 小食 越南 什麼都有 其實都可以的 這件事已經很厲害了 再加上位處 南中國海的一個 這麼優越的地理位置 但是 首先 發達的國家 地區 似乎沒有人 第二件事 如果我們 大規模引入 一些東南亞 國家的人 其實我不知道大家 會不會覺得 比內地人好 我不是說 他比較 而是 我想說 其實大家所做的工種 根本不同 我們今天看到 其實我們仍然都 繼續需要 補充一些 真的 移民也好 你說外勞也好 首先 就是 一些地盤的工作 基建的工作 我們可能需要 一些東南亞的人士 或者我們去到餐廳 的 酒吧 其實我想很多都可以在馬來西亞 菲律賓 印尼等等 這些地方 泰國來招攬 不同的人才去做 尤其是 有哪些地方 是比較人口的大國 而又可能可以比較好 適應香港 或者中國的文化 飲食習慣 我相信 印尼和馬來西亞 是其中 一些人口的國家 而且他們當中 和香港的生活水平 還有一個差別 只要我們在工作上 簽證安排得比較好 他們能夠在香港 生活的時候 提供一個定居的條件 其實我覺得這些 反而是 我們應該要做的 但是你說 我們是否應該要 割身移民 又或者透過一個很 嚴苛的一個 審閱 這個批核 這個單程證的政策 的一些條件 令到減少內地人來到香港 我個人的看法 就是說 根據剛才所有的一些 統計數字 過去的趨勢 我個人的看法 就不應該這樣做 反而反過來 就是我們 例如我們過去 可能九成的移民 正如上星期 審慧揮出那篇文章 這樣說 我們可能九成的移民 都是說 因為來自大陸 無論是新移民 或是技術移民 一個國家是不應該這樣 嚴重傾斜 我贊成 但我們不是要減少 100個裡面有90個內地人 我們不是要減少 原本的90個大陸人 因為大陸的市場 仍然都是我們本身 做著 應該要做的市場 我們應該是要 反而就是 我們再探索多一點 其他的市場 在 我們可能原本的10個 是來自 日韓台 新加坡 印尼 馬來西亞 我們不應該只是做10個 我們應該要做20個 做30個 做40個 做50個 令到比例 不會再傾斜得那麼緊 如果我們整體 勞動力的輸入也好 或者人口的輸入也好 其實我們的 quantity都要全面提升 當這些人來到的時候 我們又可以再 有一些 infrastructure 的基礎 建設安排給他們 如果他們能夠適應到 香港的生活的時候 又可以再落地生根 然後我們不要再有 那種想法就是 別人去貼我們的福利 如果他們落地生根的話 他們就是香港人的一部分 香港本身在97年之前 其實就是有這種共融的文化 我們歡迎尖指的人來到 以前也有很多日本人 來香港做生意 90年代的時候 如果大家有看過 楊壽誠那本書 爭氣 他也有說到 當年他怎麼賣水貨錶 90年代之前 其實很多日本人 來香港做生意 我們都歡迎 人家來跟我們 去做一些競爭 人家做生意 也就是 我們今天來講 其實在大陸 有很多都是尖指 當中什麼組成部分 都說真的 我們專裁裡面 有大陸人 大家現在看到很多 銀行 銀行 做fund manager 最高級的 middle management 也好 senior management 其實很多都來自國內 我們本身香港人 不是不聰明 但我們真的 越來越少人 不過 我們的 labor force 的 supply不夠 其實不是我們不聰明 而是 你看看 年輕人 我們比以前少很多 這些 web post 自然需要其他人去 fill up 難道我們這些 可以沒有人做嗎 不可以 然後去到再基層一點 或是當 parenting take care 這些小朋友 如果香港 你想一下 我們香港 可不可以 個個都不生小朋友呢 如果一個土生土長 當我老婆 讀完大學 你要他在家裡 照顧孩子 他肯不肯呢 其實他不肯 但可能他只能生一個 就算數 但是如果你說 叫一個內地中學畢業的女士 來到香港 他可不可以 在香港照顧孩子呢 他可能會願意 或者他會不會 將他的工作 變成part time 他會願意 以此同時 可以生兩個小朋友 這些其實是 一個正常 社會裏頭 不同的人 的選擇 所以其實你說 跟著再去到基層方面 當然 適應不到生活的時候 當然是需要去 取社會福利 就正如我剛才所說的 譬如東南亞的人士 我們可不可以安排一些 譬如真正服務的行業呢 大家看到澳門很成功的 就是引入了很多不同的 附近一些國家和地區的人 去做這個賭業 或者叫做娛樂事業的 一些service provider 他們本身澳門其實很少人 只有幾十萬人 沒有可能一下子 突然之間 開這麼多賭場的時候 都還可以維持服務 但是 就真的要有外地的勞工 才可以做這件事 要靠一些infrastructure 我們現在不做infrastructure 我們不搞基建 然後我們不讓人口多 然後怪罪去內地人身上 真的 我真的有硬件 有不少大陸人 是來到香港拿福利 事實來的 但是如果我們 從我們剛才所看的一些 general picture 譬如說 勞動力參議論 他們過去的一些畢業讀書的情況 他們來到香港的時候 整體令到香港 變成一個怎樣的香港 等等來說 其實我會說 1997年的時候 本身我們是 癌症第三期 以這個人口的趨勢來說 當時我們可以開出來看 1997年的時候 我們的人口趨勢 我們在 或者當時還好 不要說1997年 應該大概到 2000年中的時候 我們已經很接近 很接近一個問題的發生 但當時我們都是靠著 電療化療理去做 繼續由大陸去輸入新移民 自己香港人不生小朋友 各樣的 直到現在 其實我們真的去到一個 末期的癌症 我們沒有可能再 首先這些電療要繼續做 電療繼續做之後 還要尋找引起神醫 就剛才所說的 我們可以由其他國家地區去做這件事 我們不是 不做電療 我們不可以停止這件事 一不做 不做化療 不做 就出事就會死 就是 那個 情況是這樣 大家是需要明白這件事的 那個重要性 我想不知道大家 會不會知道 其實香港的勞動力 真的已經在下跌 我們在看上班的人數 以勞工為例 其實真的什麼都說 提波 可能大家喜歡看新聞報道 喜歡看不同的媒體 有些人喜歡看黃媒 有些人喜歡看藍媒 不過無論如何 沒關係 那些都是財展過的 我兩樣都看 不過兩樣都是當笑話 大家看看就業人士 其實我們 已經連續下降了幾個月 而出現案年 第一次下跌的 其實都是今年才發生的 我們真的沒有再增加勞動力 而透過人口金字塔 我們都看得到這個事實 是真是混合的 那未來 你想一下 未來 我們有7.8%的人 會退休 未來五年 但我們新增 可能補充到的勞動力 只有3.9% 其實是很誇張的一件事 我們這一刻 不是要禁止任何人來香港 但凡那個人 他不是太有問題 其實我們都應該 歡迎他們來到 反而我們反過來 他來到的時候 我們怎樣跟他共用 怎樣好好利用他的能力 怎樣令到他明白 我們香港的價值觀 是怎樣去建設 而不是說 封了一個partition 厲害的人 我又不讓你來 例如我之前說 沈玉輝那篇文章 在說 香港輸入的專裁 大部分都是來自內地 這個是事實來的 大部分都是來自內地 但是 我們反過來 反過來 我們反而是 是不是想一下 我們大陸的專裁 我們還要多些 之餘 其他國家的人才 我們還要多些 既然沒有新加坡 新加坡都是要人才 為什麼我們不是做同樣的事 我想大家要留意這件事 這裡其中有一些 comment 我們可以高呼一下 有一位讀者叫Thomas 他說內地的移民 不是全部都是單程證 單程證的邪惡 不在於內地的移民 而是在於內地審批 我們沒有審批權 沒有得拒絕 私軍農入香港 其他專裁的簽證 工作簽證 雙程證 由香港審批 這個其實說法 也有點跟我相似 我以前都會覺得 我們應該將 單程證的審批權 拿回香港 我現在其實都覺得 不過我現在覺得 就是什麼呢 香港的市 拿回我們單程證的審批權 都好 其實都很難 screen到多少人 他們是不要的 反而現在有100個 可能就 screen一兩個 就是我剛才所說的 有刑事案底 或者本身精神有問題 那些 其實其他的 你應該都是正常 都是要的 因為根本都不夠人 我想 所以就要的 我覺得審批權 我也要的 去年我也寫了一篇文章 我提出過一個方案 就是由香港去 譬如說每天150個配額 由香港提交180個名單 再由內地去 挑選哪150個人來香港 其實整套思考的套路 就好像我們以前 831的決定 由大陸選擇 再讓香港人選擇 一反過來 可不可以由香港人選擇 然後讓大陸去選擇 當然在政治上 我覺得這件事 是不可能的 但是讓大家brainstorm 但我可以告訴大家 其實我們真的沒有選擇 因為我們真的沒有人 這是很糟的一件事 有人說 我們要花好幾十年 去養大一些很年輕的新移民 都是那句 他們很年輕 我們要花好幾十年 養大他們 不過他們就算 這麼年輕 我們都不夠年輕的人 這是最大的問題 無論他們究竟是 什麼人都好 其實他們都是香港人 所生的小朋友 或者是香港的女士 或者是香港的男士 或者是香港的男士 或者是一個長遠的投資 是必須要做的 每一個國家都面對著這件事 我們適領的學童 在20年前下跌了一半 這是事實的一部分 希望大家可以留意一下這些 然後再到第三篇 我們主要是看其他朋友的一些提出的討論 這個只有一個留言 看看 他們說 明白我是反諷 不過他們說 希望我不要再做我曾經鄙視的行徑 保持理性 其實我想說我也很理性 不同的展示的手法 我只是希望 把我所認識的東西 或者看法 去分享給有緣的人知道 OK 亦都反過來 澄清一樣 我都沒有鄙視過 一些用諷刺 時事的手法 或者是弊的手法 的人的展示的手法 不過我自己本身 就比較少 寫文章 然後我看不清楚 它說什麼 改變的百分比 除了分子 著手 還有一份沒有著手 改變的憤怒 是否代表 增加其他地方的移民 如果是的話 我相信和我的看法很接近 但是中國部分的移民 我覺得其實真的沒有需要去減少 OK 當中也有很多人 就是 其他東南亞的國家的人才 是否更加適合香港呢 這是一個好的問題 其實我覺得這是 open for discussion 我剛才所說的 其實香港 也有不同的工種 可以安排給他們做 我覺得絕對是需要做 比如你說印巴籍的 來香港做一些比較基層的工作 包括清潔 保安 或者是基建等等 我覺得其實是合適的 東南亞的人 去做一些服務的工作 例如可能旅遊業 餐廳 我覺得 亦都是活動的 我覺得是要做的 反而是增加這些人 然後向香港本身的本地人 去做其他不同的行業 這是我自己看的一些情況 然後 我想 其實 講到這裡 大家都明白了 當中的一些 很多的誤解 亦都沒有辦法 去逐一 去和大家高呼 但是我只可以 想講幾件事情 就是 去到最後做一些總結 就是 香港人口 就真的 的結構 真的很差 從20年前開始 都已經很差 然後我們就靠單程證的政策 補充我們新增的人口和勞動力 這個方法是不理想的 因為 其實我們都見到 大陸人 其實那個 教育程度 是比我們低的 雖然他過去20年有所提升 他們的負責性 都比我們低的 但是這件事情 我們都講回 一些人性的事情 以前 OK 早20年 中港婚姻主要 或者現在都是的 香港是男士 娶內地的女士 香港是什麼人 香港什麼男士 不是歧視Social Class 或者是能力 正常你香港娶不到老婆 你就走回大陸 娶老婆 其實無論以前和香港 都是的 以前和現在都是的 我香港娶不到老婆 因為真的 可能我是比較 這個 孰一點的 或者可能我收入不是太高的 我就回大陸娶老婆 他肯嫁我 你們要想的事情 就是說 我現在在內地有一個很厲害的女士 我怎麼會肯嫁香港一個 在找入職中位數 兩筆東西 或者一萬多元一個月的男人 我還要知道你來香港捱 那我倒不如在大陸 找回七八千元一個月 還有屋住有成 是不是更加好呢 這些其實大家要想 所以嫁得你香港人 當然是不會很厲害的女人 這個是一個自然 就是 敬天摘適者生存的 自由市場發生的一件事 如果他很厲害他就不嫁你 所以這個是正常的 你哪人可以選擇 這個是香港人自己選擇 香港的男人想娶什麼老婆 娶什麼女人回來 好的話 可以在香港做一份 part time 又或者做家庭主婦 抽大小孩 三分兩三個 如果你是九八九九年來的 現在已經讀完書 那些小孩 基本上就是我們新增的勞動力 可能大家認識的 梁天琦都是這樣 所以其實 他們是有一些不完善的地方 最好就是什麼 可以指明他的學歷 指明他的年紀 指明他的身份 指明他的profession 但是問題就是我們 有沒有這樣的可能 其實真的沒有這樣的可能 我們不是一些很有吸引力的移民大國 我們不是一些很好的社會福利 很好的infrastructure 的地方 不是一些國家 我們是一個小小的城市 而且的確娶老婆 香港人就是回大陸娶 我不是去到馬來西亞 去到台灣 去到深圳娶 不是去到印尼 泰國娶 我們那些人真的回大陸娶 這是事實來的 所以 他是不理想 但是我們都靠著他 做化療做了二十年 你說是否醫好我的病 不是的 還要令到病是拖了那麼久 還要越來越嚴重 這個是當中其中一個很重要的問題 然後 炎治者之後 其實我們現在反而是 就是那個癌症去到第四期了 我們 其實悔不當初都沒有辦法 現在我們其實應該不是要去 歧視大陸人 又或者我們不是應該要抗拒他們 我們都歡迎他們 我們反而應該要主動去看 如何共用他們 去令到他們發揮到他們的才能 發揮到他們的能力 與此同時 我們 就是特區政府 這個目光狹窄 當然是緊的 當然是緊的 你看到劉剛宏想打他一招 看到陳茂波 就想打他 但是問題是 我們應該去思考 我們擴大其他地方 其他一些市場 過去我們 我們正確是 Rely on中國大陸太多 無論是金融服務也好 物流也好 旅遊也好 但是我們如果請多些東南亞的人 或者可能是來自中亞 印度等等的地方 讓他們提供一個工作機會 或者移民的機會 然後再從而透過他們的工作能力 去增加香港的基礎建設 這些東西其實就令到香港 可以更加成為一個共融 混合文化的社會 透過這些東西去改善 我們的人口政策 但是還是那句 改善 我心目中說真的那句 真的沒有得意 為什麼要知道 什麼叫做沒有得意 你看到那個population period 你就知道什麼叫做沒有得意 正如我剛才所說 你不可能 只要一個小孩 而不要一個大人 不可能 你只可以 10至20歲的人 填到大概有3% 拉直 那個人口金字頭 不可能 你一定要 年輕人 你一定要三四十歲的人 或者四五十歲的人 從這十幾歲的人 一起來 所以你說 會不會 可以改變得到 其實太遲了 因為如果我們 譬如就是 像之前 大陸人一樣 一拖一來 或者來到的時候 再生一個 你想想 我們現在 今天 四五十歲的人 會更加多 過多十幾年 我們也是再一次 拖延的問題 我怎麼說 因為去到二十年之後 這群人 如果我們拉大了 四五十歲的人 這些人口 的比例 其實去到二十年之後 又輪到他們 退休 我們到時的負擔 撫養比率 社會福利的要求 突然之間 很多人退休的情況 一樣會繼續下去 但是 現在全球 所有發達國家 基本上 都在採取這個方向 沒有人想 這個問題 在自己這一代爆 對上一次爆 那個問題的時候 沒有辦法處理 哪一個國家 第一個佈入人口老化的國家 就是日本 那個地方 所以 回到剛才所說的 勞動力參與率的項目 如果大家有興趣看的話 我找不到實際的數字 不過我記得 即是找不到資料的來源 不過我記得 剛才我所說 例如 65歲以上的老人家 那個勞動力參與率 香港今天 好可憐地 有百分之十一點八 日本大家知道多少 三成 我預期 說真的一句 香港不用太久 十多年之後 都會追到這個數字 到時 大家就真的不要問為什麼 因為香港真的為什麼 有工沒有人做 所以也都回應一下 一點點 今天在我們 WhatsApp的討論群組裡面 有人說了 林一鳴那篇 剛剛講了樓市的文章 他們說都不會點跌的 我不是說樓市 今天我想講失業率的問題 為什麼我們跟一些大數據 我們可以預測到 香港將來有機會會發生什麼呢 他說 明年因為經濟不好 所以香港的失業率 會變到 6%至8% 其實我自己的判斷 就是不會的 為什麼這麼說 因為其實我們 你要少了20萬人上班 才會多了55%的人失業 1997年的時候 我們其實那個失業率都很高 就是1997年之後 或者反過來這樣說 我們這個失業率都很高 我們看看這個情況 就是這個 under employment rate 我們看看 對上一次 在大型的經濟衰退的時候 我們的失業率是有2% 一直升到8% 9% 去到03年SARS的時候 第一次下降的時候 就去到6% 我想林一鳴先生 就是根據這件事 覺得經濟很差的時候 我們這個失業率 可以去到6% 或者8% 但是我想 有一件事 我想大家 bear your mind 這件事其實也是過去的 大數據可以看得到 很關鍵 其實1997年到03年的時候 我們的勞動人口 Natural growth其實有20多萬 20多萬 可能大家沒有想過這個問題 但是我們今天的Natural growth是什麼呢 0 甚至乎是負數的 所以換言之就是什麼呢 當年其實我們沒有再 沒有再有更加多的能力 是什麼呢 去創造一些就業機會 但是基本上 香港正在上班的人 是不是少了很多呢 其實也不是的 我們再看看這個employed person employed person 的情況 當年 譬如在97年到03年的時候 其實大概都是在 320萬至330萬中間 是橫行的 所以你說如果接下來 香港經濟差 會無故少了20萬人上班的話 我就覺得很困難 當年失業率 升是因為什麼呢 我們不能夠創造新增的就業機會 但是與此同時 我們又多了20多萬人上班 因為當時年輕人是多的 是吧 這件事為什麼可以看到呢 又是由人口金字塔 其實就看得到 再跟大家分享一下 怎麼看 在1997年的時候 當年其實我們大概數到的 會有多少人畢業 多少人退休 大概會有 一年又多了多少百分 那幾十萬就在這裏 你不會期待中間三十多歲 這些人會退休 所以當時的失業率就升得很高 但是你說 明年經濟就算很差 失業率會不會去到6至8% 我個人的判斷 就是基本上 除非打仗 如果不然 大家是不會看到這些情況出現 那這些題外話 就是 我們知道BIGDATA 知道那個趨勢 究竟是怎麼走的時候 其實我們就會知道 更加多不同的經濟數據 背後代表著什麼意義 究竟那個失業率低 是代表什麼意思呢 失業率高又代表什麼意思呢 我經常都說 大家已經說 耶倫的Philips Curve 在說這個 失業率和Inflation之間的關係 已經Outdated 又說因為QE而影響 其實我覺得 你可以這樣說 不過我又找到另一個的看法 也是跟這個Labor Force有關係 其實美國本身 你說它經濟很多 你說是Unemployment Rate 現在是多少十年 最低都好 3點幾個percent 25年來可能都已經差不多 是歷史的低位 為什麼Inflation 都是這麼低呢 其實我們如果從另一個角度來看 就是 美國那個勞動力的增長 其實真的沒有以前那麼高 所以它Unemployment Rate 才那麼低 如果我們實際最準確的數字 應該用什麼來看呢 Employed Person 這個Employed Person 它的增長 我們現在看過去十年來講 其實它一直都很Steady 每年就加過1%左右 和以前那些9、10年代 你想想一下 升得多快 那時候 那個Stop 那時候 如果大家 就是用回Excel的數字 去做一個測試 當年那個勞動力 就是工作人口的增長率 是遠遠比現在 所以你說美國的經濟 是不是超級好 因為3.5%的失業率 我告訴你其實就不是 不過比其他的發達國家好 也是比金融海嘯之後 其實是維持著一個 比較穩定的增長去投 但是不是代表這3.5%的失業率 是極低 是超級厲害 很厲害 不是這樣的意思 那這個有一點 拆開了題外的話 但是有關於人口 我們的移民 對當中代表什麼意義 我想其實我都已經是 跟大家拆解得七七八八的了 那真的 說真真心一句 香港其實不一定要發展經濟 但是我覺得一樣東西就是 大家要知道 如果我們面對著人口下跌 面對著人口的一個勞動力的下跌 我們有機會面對一個什麼生活 到時會出現什麼呢 資產價格大跌 然後信貸是不能夠再增長 我們今代的年輕人 和下一代的年輕人 晉升的機會 會大規模地萎縮 並且持續好幾十年 這個我覺得其實都沒有問題 因為我經常都說 我去日本很喜歡日本 但是如果我是一個生活在日本的年輕人 我可能都很喜歡日本 但是你要知道就是 上一代日本的人 就很充滿活力的 可以有改變人生的機會 但是自從九十年代之後 日本人就沒有改變人生的機會 或者這樣說 機會相對地少了很多 他們可能在九十年代泡沫經濟爆破之後 遇上這個人口結構 轉差惡化 接著迷失了三十年 三十年前的畢業的學生 可能在賺一萬多兩萬港幣 接著到今天 他們都是賺一萬多兩萬港幣 生活停滯不前 原地踏步 無論是晉升也好 投資資產也不升 投資樓、投資股票也不升 或者升幅相對地比較低 你又不可以升職 我經常都笑 日本二十年前大家去吃碗拉麵 就是七八日圓 現在大家去吃碗拉麵 七八八十日圓 或者叫八八日圓 原因是什麼呢 因為收了10%的消費稅 所以基本上沒有負貸 因為一個國家沒有這些進步 大家會說 技術可以解決這些問題 是真的 不過也是那句 你擁有的機會不多 其實你看到日本現在是什麼呢 有很多東西都電子化 有機器人 那樣的 OK的 我覺得日本的生活是不差 不過我與此同時 我感受到日本年輕人 對於將來的生活 是沒有期盼的 這就是現在日本的情況 香港其實都可以選擇做這件事 如果大家覺得都OK的話 而我們都事實上 就算大家選不選擇都好 往後也都會變成這樣 正如我剛才所說 香港是沒有得醫的絕症 我不認為有任何一個領導人 或者有任何一件事件 可以突然之間解決這麼大的 勞動力缺口 以及撫養比率 醫療費的負擔的上升 我認為那個可能性 是10 to zero 所以大家是真的 拖了多久 我覺得拖了多久 其實現在都拖不了了 基本上都 大家想想辦法去面對現實 我覺得反而更實際 一點 我們可以遷路於很多事情 正如97年的時候 我們遷路於董建華八萬五的政策 但實際上跟董建華真的沒有關係 我意思是股市樓市大跌 跟董建華沒有關係 可能到2020年的時候 我們可以遷路於特區政府的無能 或者中央政府的專權和霸道 但實際上我想 至少有百分之五十的原因 香港人都要歸咎於我們自己的無知 這就是我自己 在平人時空和大家分享的看法 如果有人想問我有什麼解決方法 我沒有 老實說 天日好好準備自己 令自己有更多的選擇 香港就沒有得救了 這個時候看看這些留言 慢慢看上去 可能需要一點時間 主要我看到 Alex也這樣說 我認為主要的問題是 香港人不滿政府對新移民政策 政府過份政策 應該過份傾斜 而不是新移民的出現 可能也是 但我想這件事就是 我們認為政府對新移民過份傾斜 還是事實上政府真的有對新移民過份傾斜 我想我們要搞清楚這件事 如果你有一個真實的數據和數字 或者一個政策 policy可以說出來的話 我們的討論的空間還會更加大 又或者反過來問一個問題 如果有一個新移民來到香港 我們為他們提供一些政策上的優惠 或者輔助 本身這件事是不是一個問題呢 我覺得這也是第二個 discussion 然後Anson就說 問題 做於政府的規劃 多於新移民本身 不好意思 你的意思是規劃 是政府本身所有的規劃 還是怎樣呢 接著 家樂仔就說 好像以前這樣 新移民下來香港 捱七年成為永久居民 才有香港人的福利 不是好像現在這樣 一下來就福利 這些其實就是我剛才所說的 你說這件事 我希望你特別說 哪一類型的福利 你當然是說援助金的福利 中緣 水果金 還是租金津貼 還是公屋 各樣的 這件事 我想你要自己去知道 有哪些東西 是真的好像傾斜那樣 不要只有講字 在我自己的認知裡面 其實就真的沒什麼 反而對他們一些的援助 譬如我講 適應社會生活上面的援助 教育上面的援助 怎樣去共融 找東西做的援助 我覺得這些反而是越來越少 我想這件事 其實 我想鏡本身真的有兩面 我們自己去看看 究竟我們在做什麼 好嗎 有偉才 上面自己也不夠人 事實是 是啊 這個是真的 所以我之前說了一篇文章 我們其實真的不用這麼心急 2047大陸自己之前都會出現問題 因為他們那個population structure 在長期一鞋政策之下 真的不好得香港多少 我們可以看看 在中國裡面長期一鞋政策 其實他們的人口結構 真的不是好得香港很多 不過 時辰未到 因為未有大規模的人退休 勞動力缺口 又未完全出現 大概 我想過了十年左右 你看到 當一群 二戰之後的baby bloomer 又是 或者叫做韓戰越戰之後的baby bloomer 到他們老了 快要退休的時候 基本上這個問題就會出現 到時候大家都不需要看什麼新型大國關係 人類命運共同體 香港能夠熬過這十年的話 我想可能我們會有多一點民主自由的機會 會比較大 跟著Alex就說 政府過高的間接稅 導致香港生活指數高到極度扭曲 才影響香港生育率的問題 我不排除你說這件事情 不過我又反過來 我也是說 一開始開場白 我不知道你進來沒有 可能你說的是事實 不過香港人不生小孩 就不是你剛才說的事情發生的時候才出現 反而反過來 你說的事情發生 我假設當是事實也好 你說的事情發生之後 其實香港的出生率是沒有下跌的 我又用1997年的分界為例 就是我們出生的嬰兒數字 OK 如果你有興趣的 我不知道你開始進來沒有 你可以聽我講的 97年和之前之後的出生數字的問題 現在97年之後 我們出生數字真的沒有再下跌 每年都有5萬多人 經濟最差的時候最少 03年只有4萬多人 那之前呢 其實無論你建大型公屋落成 我們改變這個教育政策 OK 越來越多的免費教育等等 其實那些人都是越生越少 反而去到回歸之後 那個下跌還停下來 我想大家可以自己去思考 當中背後的問題 我不排除你說的是事實 不過呢 在那個實際的數字來說 似乎是看不到你所說的關係 Anson又再說 不可以說是主因但令到低處更低 不好意思我忘記了你這件事 提到什麼了 Simon說 聽說配額其實是保護香港 不是無限數進來 我不知道叫不叫保護香港 還是叫無不無限 但我覺得有個配額其實是合理的 因為你不可能 好像以前那樣說 底女政策說來就來 或者船越南賴民來到 我們就要安置他 反而每天有個配額的話 你有數可以計算 你都可以盯著那個population structure 但當然盯得很差 我覺得有一個配額是正常 不合理的一件事 不會說你突然間一天來 一天來五萬人 每年1月1日一起來 他來到都要適應生活 要安排衣食住行 教育等等 接下來Alex再說 另外可以留意一下 共產黨對中國人的 意識形態控制 導致中國人不能融入 當地文化生活 這不單出現了 香港、澳洲、加拿大和中國移民 都不能融入當地生活 這件事我不排除都是事實 OK 但又是說回頭 我們不要他們可以去哪一個 我們過去就用了一種 比較有歧視性的成分去做 我可以這樣說 我不知道我們以一個 比較接納性和共用性的方法 會不會效果好一點 不敢這樣說 但我自己的看法就是 我們以前真的用接納和共用 去接受我們的新移民 97年之前 我們是這樣 或者叫2000年 03年之前 我們都是這樣 分水嶺大概是08、09的時候 過了奧運 金融海嘯之後 我們就完全轉變了 我某程度上 認同你說的就是 中國移民 其實融入其他地方的文化 是不容易的 在其他國家也有看到 但是與此同時 其實我們也看到的就是 無論任何一個國家的人 移民去其他地方 其實要融入別人的文化 相對地來說 都不容易的 但是你說鬼佬為我 由美國移民去歐洲 歐洲移民去美國 會不會容易一些 當然也會 因為我想就是 價值觀 意識形態 宗教 生活習慣 飲食等等 其實都相對地比較接近 所以我曾經提出過 大陸的移民來到香港 其實你說要做適應 共融 相對來說 已經是容易一點 起碼就是我們同一個膚色 同一種語言 同一種文字 或者同一種習俗 起碼是這樣 但是當然 你說那個意識形態 或者價值觀 我們當然是難言不切 但是這件事 其實已經在色正上 已經少了很多不同的問題 實際上 你叫我移民去其他地方 我都會遇到問題 我都會和香港人 或者叫做大陸人 或者叫做中國人 或者華人 這個群體會比較強一點 我相信也是 接著之後 有朋友說 人類很難接受自己的有病 這集 Free for Public 這集是Free for Public 但是也是那句 你Free for Public 也好 其實說真的一句 真的不會有很多人 願意接受自己 是有問題 我最後在這裡 不知道大家會不會還有留言 我最後再說多一次 香港今時今日 發展到這樣的地步 中國大陸有問題 香港政府有問題 香港本身750萬人 自己都很有問題 如果我們要面對現在的問題 我覺得 有一個 attitude 或者一件事 是非常非常非常之重要的 就是什麼 我們不如想想 我們自己 可以做些什麼 以及 會不會一些責任 都是我們的 如果我們知道 所有責任是自己的話 我們便可以 行動 往後 我們應該要做的 如果我們一直 還要負責別人 的錯 認為別人 去為我們 今天的情況 負上全責的話 我們自己 是不會找到出路 OK 這就是我自己 小小的看法 最後 已經過了幾個小時 已經差不多11點了 多謝大家今晚的時間 今晚我們也不做任何的宣傳 不會再跟大家說 我們Facebook群組 是怎樣怎樣怎樣 我們WhatsApp討論群組 是怎樣怎樣怎樣 我只是想 告訴大家 有源流到這裡的 二十多三十位朋友 聽 我覺得有時候 我講的 一定不是事實 的全部 真的一定不是 也沒有這樣的時間 繼續跟大家講完事實的全部 但是我想 我今天所講的 很多的資料 內容 我也很肯定的 就是大家 大部分人 一定是沒有看過 而你就算有看過 也沒有想過為什麼 而有一些 譬如 受到媒體也好 教育也好 隔壁的三姑六婆也好 自己個人的感覺也好 當了一些事情是事實 但是從來沒有想過 這件事是自己的問題 或者自己的無知 如果你是想更加了解香港是怎樣的 更加了解這個世界是怎樣的 更加了解你自己是怎樣的 我深切地跟大家說一聲 你應該再重溫一次今集的內容 好好誠心地去面對自己 以及想一想自己可以做些什麼 如果你認為 有一個想法在這裏 有些衝擊的 說真的 你把這些知識 分享給你身邊的朋友 好過每天在分享其他的 不知什麼的文章 在那裏罵臭大陸 大陸真的一點都不好 但是我們都要起碼 這個世界是真的 真的 沒有無緣無故的 但恨得來 我們都要恨 那個位置 我想就會比較 叫做明正言順一點 對這個世界就會比較可愛一點 好嗎 最後 如果大家喜歡今天的內容 希望大家點讚 如果再有一些跟進的討論 歡迎大家留言 我會花時間 去和大家再做討論 又或者如果我今天所說的事情 你覺得是錯的 不對聽的 喜歡罵的 也歡迎 因為在這個過程之中 有些批評是對的 所以我自己都會去檢討 還有呢 有時候的數字我都沒有看過 你插出來的 那我都OK 但我也有一點失望的 是什麼呢 我寫了五篇文 大家全部都是講感覺 講看法 講立場 從來沒有人跟我講過 半句實際的數字是怎樣 真的沒有 一個數字都沒有 是不是 我想大家就會知道 其實大家是 平時是怎樣去判斷 一些事情的真偽 究竟是怎樣 這個能力和質素 我覺得是有很大的空間提升 今天的時間到這裡 多謝大家 拜拜